舒淇秀出视野现很有风韵,而看了她的下半身,网友几乎要疯了。 2018年4月15日,北京,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。舒淇,段也红。 舒淇,原名林丽慧,曾为自己取一名舒淇,后改为舒淇。 1976年出生于台湾省,后到香港发展,开启点一之路。 舒淇的美在娱乐圈很特别,也信中带着性感,十分有诱惑,很吸引人。 而舒淇不仅外形气质与众不同,她的穿衣风格也是很独特的,常常让人意想不到。 舒淇是一个很有美丽的女星,年纪渐长,越有韵味。 一件黑色的上衣开插开倒肚子,完美秀出舒淇的视野线,风韵十足。 但看了舒淇的下半身,网友几乎要疯了,这蓝色的裤子是怎么回事,和上衣一点也不搭啊。 削弱了女神舒淇的风采。 即使舒淇选择的上衣是很不错的。 金钻相边,奢华大气,桃红色的蝴蝶结带来几分娇媚,可惜啊,都败在裤子上了。 果然是人靠衣装,看身穿一起抹胸衣裙的舒淇多美啊,犹如仙女一般,淡蓝色的纹样和白色的底色相衬,衬出好气质。 舒淇穿衣一向大胆,而她这一身穿扮非常成功,黄色的纱裙即完美凹陷她性感的一面,也不忘展露她优雅迷人的一面。 舒淇,英语,Chi,1976年4月16日,分明林立会,台湾女演员。 舒淇因演出电影《色情男女》而开始广受注目,以此片和其后的《红星十三妹》分别入围第33届和第35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,并以后者获帝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其后,舒淇以飞一般爱情小说,千禧慢播,最好的时光,不再让你孤单,心油,降魔片,刺客碾饮娘,健忘村等作片入围金马奖进出最佳女主角奖,并评注最好的时光在第42届金马奖获得最佳女主角奖。 2005年,舒淇以电影《最好的时光》第三次入围金马奖,并夺下第4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2008年,美国娱乐频道1,评选舒淇为全球最性感风唇女星。 她先后评及飞一般爱情小说,玻璃之城,游龙细凤,不再让你孤单四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以及以飞一般爱情小说,千玻璃之城,游龙细凤,不再让你孤单,金牛降魔片和刺客碾饮娘五次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 参考来源